現在可以隨便發文的 或者趕熱也行 地產法的現象 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 它簡直是成為了一種宗教 地產教和地產黨是政教合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看法 其實好像剛才教授和龐一平先生所說 它已經融入了在我們生活上每一個部分 盤根挫折地侵蝕了我們想做的事 很簡單你看回唐英寧去問你 為什麼不做下一個李嘉誠 我為什麼要做下一個李嘉誠 我為什麼不可以成為一個舞蹈家 或者音樂家呢 它簡直是由一個生活上面 就扼殺了所有人發展的一個方向 例如說很簡單地說一句 我想生孩子 其實我也有想過為什麼我自己不生孩子 或者不會有一個家庭發展呢 就是因為基本上連住屋的一個生活需要 這個基本都解決不了 你沒有理由在草地上面 在一個障房就當作是一個家 以前可能行 現在就未必做得到 現在有人提出 就是他跟鄭宇華說 他跟他女朋友結婚 如果沒有交不來 我都覺得其實是正確的 他的說法是對的 鄭宇華當然是有心扭曲他 對啦 那倒過來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怎樣可以 對抗這個地產霸權呢 我就實際上覺得技術一些 因為始終太過根深蒂固 或者結構已經是很溫固 你是唯一一個途徑呢 可以打破到這個困局的 就是普通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 直接是堵塞中環 甚至是坦滿整個社會運作 甚至是令他連續停市幾天 然後整個金融結構分壞 就是你唯有是這樣的方式 這麼極端的方式 才可以把這個這樣的 既有程序完全打破 否則就沒有辦法 當然這是我的看法 但是怎樣做 或者這個過程 或者有沒有這樣的契機 就是要靠大家努力 另一方面就是簡單一點 怎樣可以去宣傳 我們要反地產霸權 又不是只是反那麼簡單的 而是說譬如好像吳先生 我覺得他會非常有生活態度 就是他的生活 是簡直是一種品味來的 那可不可以嘗試 將這種這樣的生活方式 塑造成一種潮流 你知道其實香港人 很多人都不想 就是他惰性使言 他是不會想 到底自己的生活 到底有沒有個性 就是好像排隊出iPhone 9 iPad 2那樣 完全是不會想 有自己個性的生活 所以才會間接加入了這個 地產宗教 令到他不斷地漲大 可以嘗試將這種生活的行為 將它潮流化去 即你是一個潮人 那你就要自己煮東西吃飯 你不要光顧大地產商 自己到處找些好東西吃 找些小店 因為其實那個連鎖店的禍害 就是他不斷地把那些小店 我明明是光顧那間店 可能一個星期就開了 他演織了一粒 這是最實際的影響來的 我們的城市 越來越沒有特色 就是這個意思 甚至是各個的集中發展 例如說我去玩 整夜一定要出旺角 舉木四望 全部都是地產商 甚至連小店本身 都是很難秘密的一件事 就是他一定要有一間店 而他 是交給他一個很昂貴的租金 甚至他是領會 底下的一個被剝傷的一個個體 所以我們 我覺得大家要從這個方向出發 就是把反地產霸權 變成一種生活的態度 是一個很 有什麼了 其實我的地產霸權是很無恐不入 但其實我想問一些比較基本的事情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小市民 我經過我的觀察 我覺得香港的樓價是不會跌的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香港的樓不是我們買的 是內地很多富豪 就不斷去買那些樓 所以其實根本地產商是不會介意我們 他會去買 因為你買 根本樓不是來買的 新盤有一半都 基本上不是香港人買 所以香港人買不起是沒有問題的 對他來說 所以其實 我會去想一個問題 就是很簡單 我的目的就是 我想樓便宜一點 我想到其實主要有兩件事 第一就是 建多些居屋 另一個就是 你不要讓一些人來買 香港的樓 是不是應該讓香港人先買呢 但是當然這就引申了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執行和實行的問題 例如立法會有沒有可能去通過一些議案 因為我之前在一個forum 就是高登那裏 我看到有位朋友出了一篇文 那篇文我就覺得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我覺得幾有啟發性 就是他講基本法很有問題 因為基本法第74條 他就說其實議員可以通過一些 跟公共開支或者不知政策 無關的方案 反過來講 就是議員是不能夠去通過一些 跟公共政策有關的方案 所以 就是永遠就是 立法會議員只能夠通過一些 什麼 或者提出一些類似 什麼樹木法 那樣 很無關痛養 那些法案 所以就永遠 就不能夠做到一個law maker的角色 他們不能夠去通過一些 真的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法案 那 那因為這個規範之下 那其實 無論我們怎樣去吵 政府你弄一些規律 但立法會議員是幫不了我們的 那莫哥說 其實那些立法會議員都不能夠選出來 諸如此類 那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是執行性上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一個 我覺得是 不知道是不是保護主義 因為我會覺得是 如果我們不讓人來買樓 那其實 反過來我們都會 就是我們怎樣去取態 因為現在有一些論述 就是會說 香港 即已經有一點點 我覺得是 香港人也好像有 近時會看到好像有一種對立 跟內地的人 就是會說 內地的人就會下來生小朋友 然後他們就會拿取港權 這樣 然後我們某些人 又會覺得 其實我們不應該這樣去歧視 那一點 但與此同時 我又會真的忍不住覺得 就是 其實如果你有些內地 那麼有錢人下來賣樓 其實我們真的沒有可能買得起 還有一個香港大公仔 因為他們 那些地產商是很簡單 他們只需要賺錢的 那他們 在行銀田建一個單位 然後賣又不知 賣5元呎 這樣 然後他不要緊要有人來賣 但是我可能 我現在住大埔 其實都越來越貴了 那些樓都開始賣不起 我覺得 那應該怎樣做呢 所以我的問題就是 第一就是 其實如果真是很純粹 我的目的 譬如我們的目的 其中在地產發表其中一個關鍵的位置 就是 我們想那些樓價便宜一點 那除了建居屋 還有做什麼策略呢 還有就是 其實基本法的第七十四條 不是那麼大的影響 令到其實很多東西都很 觸心變質 其實已經是千絲萬縷其中一部分 還有就是說 當我們 就是 其實 跟內地的關係應該是怎樣呢 就是內地人下來買 內地人下來 我們應該怎樣去取態呢 就是怎樣去抱著一個 不歧視又可以解決到問題的一個心態 或者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 那樣的 好 其他朋友都可以發言 或者把握時間 可能發言過大概三分鐘左右 那一位都可能等一下給一些嘉賓去試一下回應 那樣的 有沒有考慮的朋友 有啊 有 後 後 後面先跟著到這位小姐 好 聽到 我其實想問回教授 他剛才說 不要免懷過去 還有 就是 關於空間實質 其實這裏我不是很明白的 就是 為何為之免懷過去呢 那現在有些什麼信守著 是不是就是講一些條例 還是說一些什麼的東西呢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 那 我覺得其實 剛才說了那麼久 就是我們說沒有選擇 就是這個選擇在哪裏定的呢 還有我們如果不去坐地鐵 不去做其他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是沒有選擇 而我們 我們那種的參與權 和我們那種 公盟一直在說的 集體談判權 在香港我們沒有做到 甚至我們對於這些issue 是沒有單一的事件去處理 當一單一事件處理 我們搞定完地產霸權 或者搞定完之前的那一件事 其實跟我們身為完全無關 而每件事都是 再重新來組織人去處理 我只覺得 我們怎樣可以更加 那種的音樂相成是重要的 因為呢 其實有多少次的 50萬人上街 才去推翻一些東西 或者才去成立 我只會覺得 怎樣可以做這件事 我想說關於那個主獄問題 剛才教授也說過 其實屋就不一定要買 即不一定要做業主 但如果一個人 最重要就是有個地方落腳 沒有理由每個人睡街睡天 那如果譬如說 我父母很有錢的 其實我一想一想 他給我一個物業 其實我如果不是追求 很誇張的生活 其實找一份好戲的工 都已經生存了下去 即如果我有自己的物業的話 那我衣食住行 大概都是 如果我省的話 可能幾千元而已 但如果我一個人 香港人有地方住 那其實只有三條路 第一就是 他父母有一個物業 他在寄居那裏 一起住 第二就是我買樓 第三就是租屋 那其實沒有第四條出路 那我就想問一下 會不會有其他出路 譬如說 我父母住公屋的 那我一起住也沒問題 那如果譬如說 我跟他不對 或者有些原因 我沒得住了 而我又沒有錢買樓 那其實我被迫租屋 那但是那個租金 其實香港租金幾昂貴 大家知道 如果譬如說 尤其是大家有留言 到最近有本雜資 說關於這個棺材房 其實是很可悲的一個事 他那個棺材房 真的是一張床 一個棺材的尺寸 那其實他的月租 是說在1100至1200元 但是他會說 有蟑螂丫 有塞 周圍跳來跳去 那其實 什麼情況會令到一個人 我給千多元 還要住在這樣的地方 其實還衰過分天條底的 那如果我不想這樣做 我又可以怎樣呢 那我想大家 找一下這個第四出路 就是如果我想有一個 有矮頭的地方 但是如果我不買樓 不做業主 但是又給不起租金 其實我可以怎樣做呢 有那種旁邊 有個邊緣 有的